记录肖战 记录和他相关的一切 小景笔记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吧 灵妖蝎子近日 随着肖战黄景于领衔主演的电视剧 王牌部队的热播 许多关于该剧集的讨论 也逐步展开 聚焦的重点也多是在演员和剧情方面 讨论演员的 或是讨论演员与角色的适配度如何 或是讨论演员的台词水平如何 或是讨论演员相关的服装道具 化妆如何而讨论剧情的 其涉及的领域就更多了 从前后剧情呼应的细节 展现到折射出的社会职场问题 从角色的基本设定到 剧情连贯的节奏掌控 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 而在近期所涉及的剧情中 由肖战所饰演的顾一眼 因为各方面实在是太优秀而被放弃 引起了不少观众的热烈讨论 甚至是质疑 试问 就是因为本人综合素质太优秀 而被放弃 而不被选择 传递出来的价值观 势必是普罗大众所不能接受的 而这样的一种设定 无一折射出了国产剧角色设定的硬伤 其实 这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一段对话 源于编剧 内置于角色中的价值观体现 随着剧情的展开 以顾一眼高亮为首的一批新兵 开始进行技能大比拼 就是在此类比拼中 肖战饰演的故意也大放异彩 门门第一 磕磕领先 俨然就是新兵中最亮的那颗星 而这样的出色表现 不仅被领导层代表宋建设看到 也被同为新兵的高亮所看到 零二这样的一种强悍和优秀 难道不更加值得我们的称赞吗 国产剧设定硬伤 真该好好修补一下了 于是就促成了宋建设 与高亮的一次夜下谈心 在宋建设与高亮的对话中 宋建设直言 顾一也过于优秀 各方面都优秀 无论是体能训练 还是理论技术 亦或是自身素养 基本上毫无弱点与缺陷 且有着一个好跌 而这也使得他的选择很多 所以 在你和顾一也两人中 选择一个留下的话 我会选择你 而不是顾一也 这些都是这位领导的原话本意 就是因为顾一也出类拔萃 就是因为他有着一个所谓的好背景 就必须被放弃 因为太优秀而放弃 但是 不优秀的人却能被留下 被看重 这样的一个安排 无一折射出了国产剧设定的硬伤 而且是意义贯之的硬伤 因为我们都知道 草根出身并取得巨大成功 如此设计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情 这是诸多军旅题材电视剧 都不厌其烦 从一而终传递的观点 此话不假 小景也认同 但是 所有的这些都需要建立在刻苦奋斗 加倍训练的基础上 而非会哭的孩子有饭吃 懂事的孩子就因来饿 这个价值观是不治的 亦是不值得提倡的 要知道 由肖战所饰演的顾一眼 其本身优秀并非天生 也并非来自于他的父亲恰恰相反 在已经展开的剧情中 他是极少提及自己的父亲的 也曾依针见血地点出 其父亲的缺陷 书生气重 军人气概不足 为了更好地提升自己 实现梦想 他走了一条与父亲完全不同的路 而是来自于他的勤奋自学 自学自己可以学习的一切 包括理论与训练方法 一遍又一遍地挑战自己的极限 战胜自己的极限 所以 这样的一个足够优秀的人 完全可以背靠父亲 直接参加高考 并一路平步晶云 但是 他却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路 从底层做起 从无名小卒做起 这样的一种强悍和优秀 难道不更加值得我们的称赞吗 国产剧设定硬伤 真该好好修补一下了 03写在结尾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从王牌部队角色品性上进行考虑 宋建设之所以看好高亮 是因为他们两人的出身相同 而陆平凡之所以认可故意也 同样也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相当 若是将对话双方交换的话 答案自然也是截然不同 而且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